哈哈哈 阿炮我來了 哈嘍大家好不知道各位小夥伴們最近玩的怎麼樣啦 那麼今天呢是阿炮來玩傳說中的風之谷第八天 那我們現在的戰力呢來到了180萬 然後阿炮發現後面的等級已經開始慢慢不好練了 現在還在117 跟昨天比起來好像沒有提升太多 那戰力的話大概又提升了大概31萬 那會提升比較多的原因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阿炮今天抽了相當多次的怪怪卡 然後呢一共是拿到了一張保底的城卡 然後還有一個單抽出了一張城卡 那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現在阿炮的守護這邊呢有一張城卡 守門人卡 欸其實他這個圖案都很小都看不太清楚 不然感覺這些做的都還蠻不錯的齁 一共是抽到這兩張 不過這兩張好像都是比較差的喔 那怎麼樣去看這個卡有沒有比較差 那我們就點開這個 怪怪怪卡養成排行榜裡面的商店 那這裡面可以開到的三隻就是效果比較差的 那他效果差在哪裡呢 其實也應該也是沒有影響到很大 影響的也是比較有限的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像這邊呢他套裝加成 這個攻擊力可以加到36% 這是比較強的 沼澤巨二卡 那另外一隻豬豬卡是只能加到32% 差了4%左右 那下面的攻擊力也有差別喔 大概少了8% 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防禦的 防禦的話沒有另外一隻可以做比較喔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今天還有出什麼活動 今天好像有出一個 彩虹陶翼耶 奔向寶藏的腳步不要停下來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有分為普通路場跟豪華路場 那我們來路場一下 這什麼東西一直衝是不是 衝啊 欸 等一下 這個要跳是不是 喔跳到點這裡啦 哇虧大了 吃到比較多星星就贏了是不是 啊那個是怪 喔喔喔喔喔喔 What 哈哈哈哈 這什麼東西啊 等一下等一下我幹嘛跳 這個會一直持續嗎 沒有斷了 欸這個要去吃什麼比較好啊 感覺上面比較好耶 走上面比較好 碰到那個龜龜是不是會扣血等等之類的 欸喔這個不錯喔這個不錯喔 喔呦這個很會吸耶喔 吸起來 欸這個 碰到咕咕就沒了耶 我以為咕咕是好東西耶 結果沒想到 痾阿 又扣血是不是 快死了 阿炮快死了 撐住啊 那遇到怪怎麼辦啊 剛剛那個怪就直接站在我面前 我也沒辦法閃啊 加血 耶加到了加到了 呼呼 欸很好玩耶 怎麼讓我想到 瑪莉喵 唉呦不能踩喔 我以為可以踩 等一下等一下 完了完了完了 跳 呃啊 K.O. 喔 4350分 怎麼感覺 感覺非常的廢啊 哇 那你們今天 一共是晚了幾分啊 可以在下方留言板跟阿炮分享 哇 這超廢的耶 是不是你看 是不是超廢的 4350 喔天哪 那不知道這個獎勵送的好不好耶 欸這裡面可以買到這個 金紫女皇圖騰碎片耶 金色的 欸那不錯耶 然後其他東西的話 好像比較值得買就是 魔力結晶跟圖騰精華吧 不過這個應該還是首選啦 金紫女皇圖騰碎片喔 然後還有封閉可以買 這邊還有這個彩虹禮包 我們來看一下 哇這個太貴了吧 3290才一張成卡 而且還是比較低的成卡 低等的成卡 那這樣看起來好像去買這個 非常的划算耶 這邊東西也賣太貴了吧 那我來看一下這個通行證 欸這通行證是不是一個月一次啊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看起來這個划算多了耶 欸在哪裡啊 應該不是在這裡 在特惠 這邊有執照 欸對一個月一次 那這邊呢 就可以買到成卡 然後是多少錢啊 670 670有這個成卡 而且是隨機的 就代表說 有機會可以抽到比較好的成卡 對不對 欸 比較好的成卡 是這個巨二卡 然後 DF機器人卡 跟這個 船長黑迪波卡 船長黑迪波 欸 那阿炮好像有一張卡 對不對 我看一下這個加成是多少 生命加36% 36 7 12 3672 32 欸 3672 那我那一隻咧 我那一根 呃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 絕對不是你們想的那個好不好 這個啦 欸這隻不太一樣欸 這隻的加成 怎麼感覺更廢啊 等一下 只有20% 所有守護怪怪卡的生命增加20% 最高20% 是不是有點爛 怎麼會這樣 欸可是下面很猛欸 守護之魂 沒有一集 所有這怪怪卡生命增加3.6% 最多144% 欸 這下面很猛可是上面很爛是不是 欸那很難欸 那這總共加成是164% 好那我們再去看這個 可是要5隻超級難吧 誰搬得到啊 我們來去看剛剛那個在哪裡 喔在這裡 是不是 我們剛剛在這裡看對不對 不對阿不是 我們剛剛在看 阿我想到了 我們在講這個執照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欸真的比較多欸 如果上下都加起來的話 是比較多欸 剛剛那個到 100幾%啊 差不多 140幾%欸 欸都很多欸 不過要5張 5張也太難 對不對 5張也太難了吧 這邊是 108% 再回去看一下 108%跟 跟這個是 欸 164%欸 哇差60%欸 所以這個是最好的 防守來說 守護來說 這個是最好的 不過這個的 這個也是最難的 他條件是最難 他三件套比較爛 比較爛 比較爛很多 然後他五件套 就特別特別強 對不對 哇那所以說 可能攻擊型 也有三隻喔 那像這個是最爛的 原人斐斐卡 最爛 然後再來就是 沼澤巨二 還有一隻不知道什麼 對啊 還有一隻不知道什麼 這邊沒有顯示欸 對不對 欸還是 欸對啊要有的 才有看得到 不知道有沒有哪邊 看得到欸 可以在下方留言板 跟阿炮講一下嗎 好那除了這個 彩虹陶翼 啊對了 今天還有開翅膀 可是 阿炮目前看起來啊 這個翅膀的 戰力加得非常的少 所以我在想 我這個羽毛 要不要存起來 對不對 等以後呢 如果有拿到 金色的 或者紫色的 或者是這個 欸 這個好酷喔 超多手的 有沒有 或者是這個手很多的 對不對 這個加的戰力 可能就會多蠻多的 給這個好像 不知道可不可以重置欸 我們來 給大家看一下喔 升一級才加200多的 這個戰力 非常的少 好那 我們來把這些 裝備 強化一下吧 現在阿炮已經 買到這個 14階的 城莊 全部都做起來了 全部都給他做起來了 欸這 強化石真的很貴欸 升級個一次就破產了 呵呵呵 直接 當場 破產阿 然後呢 我們這邊還可以再去提升一下 阿對了 這一個 這個 這個什麼東西阿 這個叫什麼 這個料理 銀子牛排 圖騰 一定要去買 這樣你才可以往上升阿 那他要買的話 就要用這個 冒險團裡面的 幣喔 冒險團這個 裡面 有一個幣 欸就是這個修煉室的 可以不要點太多 例如說像現在阿炮就在存 一個禮拜可以買四個 所以要留個兩千分來去買那個牛排 好那今天阿炮的戰力提升呢 差不多 緊攻就是到一百八十萬了 那這個藍鑽呢我一樣捨不得花 我們再等到以後觀望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更值得花的東西 反正聽說這個一百三十八等的寶珠加的戰力非常非常的多 聽說的 那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所以說我是打算說我這個藍鑽就繼續存吧 那等到一百三十八等 先看完這個寶珠之後呢 再決定我要花在哪裡 好那最後呢阿炮卡在這個十四 十七隻十四 超級超級給他難打的欸 超級超級強的 艾莉傑 他直接垂一下超級痛欸 而且他好像還會召喚 對召喚就變兩隻了 分身還是召喚啊 那有這個瘋之谷的老玩家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告訴我阿炮 我真的是不太懂喔 完完全全的瘋之谷新手啊 那這個翅膀呢我覺得倒是挺帥的有沒有 會在後面隱隱約約的發光喔 欸別來別來 等一下等一下 哇越招越多欸 他的這個貓怎麼越招越多啊 欸好像有得打有得打 這個招要稍微閃一下 那欸 看來是沒得打 那不知道有沒有在場的這個劍士 還有盜賊已經推過的 因為阿炮發現一件事情喔 一如說 我好像到110萬才推過某一隻王 可是盜賊的話 90萬就推得過了好扯 所以盜賊這個角色好像非常非常的OP 然後聽說呢這個劍士 未來在大後期呢 是最強的 那其實阿炮有在想過說 我到底要不要重練 不過呢 好像到135等 135等這邊 135等的話就可以創一隻新角 那不知道那個新角的裝備 跟我本尊的裝備有沒有共通 對搞不好那時候再創就OK囉 好呢 今天的阿炮呢 又順順利利度過一天了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阿炮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直接給他面對一波 嗚 欸 超級漂亮的 超級漂亮 原來這裡出去是外面啦 有沒有水連洞